OK 各位 歡迎回到哲哲組的頻道 聽起來很累 劇累 我跟你講 因為 你們按照時間順序 你們看到的上個禮拜的影片 是我們跟Will訓練 就是我們在Strive Academy 其實那是今天的早上 然後我們現在回來休息了大概 一個小時 不到 而且在一個小時內包含吃午餐 然後我們已經要出發去 第二個場館訓練 是我們的陳章敏選手 也就是章敏哥 他現在在當私人訓練師 那我想說 跟選手訓練的角度 可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他以前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手 所以我想要就跟他學習一下 但我是真的蠻累的 但我跟你講 一日兩餐 扛住 扛住 Let's go 讓我們來歡迎章敏哥 謝謝 謝謝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來 其實我是第一次跟他學練 因為上一次來的時候 一起打球 對對是一起打球 對 我想問一下你現在退下來大概多久 退下來一年多 兩年了差不多 兩年了 你是最近才開始教球嗎 還是你交穿一陣子了 其實我最近才開始教球 因為傳統的香港比賽 就是球員 對 然後晚上再去做訓練 下班以後再去訓練 再去做訓練 可是那個時候是還沒有 Full Time的 Professional Team 以前都有 但是我都沒有轉過去 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薪水沒有那麼高嗎 我個人覺得我就不太 不太注重那個薪水的問題 我是那種 就是我喜歡就是 同一群人打球 然後建立那個默契 然後那個團隊的 你都在南華嘛 我都在南華 16年都在南華 16年都在南華 可是你是2年8晚之後退休 就是大大小小雷梯的傷害 就是大大小小雷梯的傷害 大大小小 對 我那天有跟嘉賢打球 我看他們現在 東方嘛 其實是感覺好像 現在的Basketball culture 在這邊也有起來 就像台灣現在的Plus League 對 可能也關注度很高 是 所以很多年輕的球員 現在好像也會跳出來 當職業 那你自己身為一個前輩來說 你有沒有覺得香港的籃球 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樣 有在改變 我這幾年看到最多的改變 就是那個教練的那個 那個能力 比較就是 有找外籍教練 有找外籍的 對 然後現在東方的以前 就是在我們南華 有叫過的 他是很厲害 他是很厲害 他真的是很厲害 跟我們球隊有 大概三年時間的練習 他是把我們整隊的那個 籃球的那個系統 然後全 串連在一起 然後把每一個人的 對籃球的那個觀念 都修整的非常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廢話 我們趕快進入主題 開始跟張明哥技術訓練 Let's go 好 來 然後我們先 我們要進行一個 OK 就是1-2 1-2 step的就是 然後1-2 catch 1-2 1-2 借球的時候 就是1 就直接踩 對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也是大 都是一樣 但是現在是一個 就是會說 跳步 對 對 就是那個球不能丟到力 對 對 就是你上難的時候 也是要 好好的控制那個力度 就是盡量的 不要 touch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對 OK 就是 然後好 我們先來一些基本的 啊 那個控球 好 就是stance 然後就是 控球 控制在肩膀的 肩膀 對這個位置 然後補下以後 就是第一 好 沾輪 然後換手 OK 這個 這個時候 你要有一個stance的感覺 嗯 就是要 然後就是去 去 停頓耶 對 一個停頓感就是 因為你這個其實是一個 加速可以幫你加速的一個 那個step 就是你去 OK 就是所以你要有一個stance 然後就是一個 可以彈 加速的時候其實要 要把那個肩膀就是把那個 重心壓低 然後去 起 對 起來的話就會 把那個那個 速度減慢 重心就壓得很低 才會有 有創造一個空間去 你可以上來 或是做其他的動作 對 太上太高的話 你過不了人 等一下我會傳球給你 然後你就flare 然後在這邊 進來以後 拿球 不用shot fake 或是直接接球了以後 直接過去 然後是inside hand 再來 在這邊抓回來 抓回來的時候 你要一個swing 然後就 才有一個加速的感覺 對 然後第二就是你要 把那個重心要張低一點 其實一般來說 你是 你接球之前 已經看到這個 有一個空檔 拿了以後 one triple 然後就是你要one 左手左腳 左手左腳 我很多時候 我的切入 就是 那個切入以後 我是很多時候是reverse 通常我會就會 就是up and under 然後在另外一邊上 當然 對 之前你要 warm up的那個 那個touching 很重要 你要怎麼轉 那個球上去 然後現在就是第二個 就是可以這樣 抓 抓完以後 就是不猶 謝謝 在這邊上籃的感覺 然後在 OK在這邊上籃 對 好 那感覺腰要很好 想想 想想 好 哎 哎 哎 對 對 一樣的動作 就是先過來 然後 jab 然後jab的時候 要留意那個腳步的那個角度 是不要jab就是不要 就是往 對 往切就是這邊去 然後那個球也是一樣 要swing 然後回來 去 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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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要做這個jab 然後是把這個球 推上去 蹲 所以球要往前放嗎 對不對 也不能太前 也不能太前就會被操走 對 所以你是要把這個 1 2 step的那個步 踩大一點 盡量要踩大一點 好 試一下能不能 試一下好 畢竟我的腿跟詹明哥的 夠大夠大 我的腿跟詹明哥的腿 大概相差了20公分有 啊 好奇怪 再一次再一次 我想說放 放到 對不起 好 好 好 現在是下 然後 cross 然後你是會有一點站起來 不要站起來 會慢掉 對慢掉 然後你那個 往前的那個速度不夠 ok 就是你要先把這個做好 做好把那個身體的重心前傾 然後你要記得要轉的時候 也是把這個重點 就是好像 摔下去 會摔下去 一樣的jam 其實要把他 這個位置上來的時候 就要好 對 我也是 滿多人都會跟我講 我會 盾 盾以後才 而且人家盾都是跳投 但我不是 我是 就是 就是 頭停了 上來才跳 對對對 因為我的訓練是 他不太敢幫我調 滿大的原因是 不敢改你 他怕 我的頭欄感覺全部 會毀掉 對 因為他看我有時候頭欄也算是 滿準 準的 所以他可能就覺得說 好我們慢慢去調一些 讓他快一點 慢慢的慢慢的 像前一陣子 他就調我的腳 以前 因為我也知道我的蹲的都比較 低一點 我也想要改 所以我都跟他講說 我們會慢慢花時間改 對 對 踩下去的那個 那個 太重 太重 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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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應該一般來說就是 就比較輕一點 對 就是用前 前腳這樣 這邊不能 不要落地 把它全部落地 落了地以後 你就很 要再上去就很慢 一般來說就是好幾個動作可以再配合一些不同的combo 就是finish 當然最重要的是你怎麼去閱讀防守那個位置 然後去做不同的那個動作 要調整那個投籃的話我們會有近到遠 對 然後怎麼去把這個投籃那個姿勢可以幫他調整好就是上來 然後每一次都是一把球拿上來的時候你就把蹲做好 對做 對不要放那麼高 OK 放到這邊來 對 對 馬修的時候吃這樣嘛 嗯 可以就是平常打書的時候就是很放鬆 但是你切上來的時候你要把這個手腕 Ratuals 對 對 這邊 對 對 盡量的不要把那個球放到太高 如果把那個球放到太高的話 其實你只有 現在這個位置 這邊這個位置的力度 嗯 所以你可能有時候 你頭 你頭 頭遠一點的時候就會 對 沒有那麼順 對 所以你要堅持就是要 要改這個動作的話 你要把那個球 永遠都是在胸口這個位置 在下巴外面這個位置 一定要 推出去 蹲 對 蹲 對 在外面拿回來 在外面拿回來的話 你就會 形成一個 一個點就是你要 又蹲到這邊來 對 才 蹲出去 OK 所以你要把那個球 貼身體一點 貼身體 在這邊 這邊 去上來 好 這樣上來 好 可以改善你那個蹲 就是那個 Shooting foam的那個 那個 那個腳步 就是把那個球 先就是蹲 然後 是放到地上再上來 OK 蹲到 這邊丟了 丟了之後 如果 這這麼低的話 也有可能沒改善 他要回來 OK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要 要注意的一個點就是 把它上來以後 往這邊 也會看到那個距離 距離 對 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距離拉一點 對 所以你要把那個距離拉一點 你預定好了 你要去左邊 所以你是右左 然後才去 人家就是防守的話 你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防守 你看得出來 我會看得出來 對 我會肯定是會幫你切了一邊 踩死這樣 對 所以你要用雙腳腳 雙腳 又可以這邊 也可以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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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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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好,三顆,三顆 Keep it up, keep it up Nice 中間 Nice 好,出 馬上拿一個環球 好,我連進 好 我連進以後才可以喝水 沒問題 好,第一組就完成 這速度網路不知道你能不能接 好,好,好 十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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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果你把這個距離拉長的時候 你會更多的這個下面上去的 你會感覺比較有力量 這個手腕也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因為有時候我以前也是這樣 頭按的時候會這樣 嗯 然後是出去的時候才 才這樣用 扣住手腕力 不夠 不夠 要把這個手腕扣到90度 OK 在這邊 下面推上去 好 這個力度 要放上 幸運的 好,今天的訓練終於結束了 I survive 可是有了,張明哥後面有手下留情點 不然照理來說 我是要一直跑動到20顆對不對 對 我想你現在訓練的有小朋友 所以就算不是那種 student athlete 或是不是那種 選手也可以找你練嗎 對不對 當然可以 都可以 對,因為年輕的就是說 四五歲的也有接觸到 也有,就是慢慢從小開始 從小培養他們興趣 社會人士也對籃球有興趣 所以要增加自己的武器也可以來找你 沒錯 因為其實籃球其實也不是說 只是 來學那個技術 對 其實可以 也是要 學習那個服從 服從 對 然後跟其他 對 就是隊友之間的那些 團體的那個默契 對 也是要訓練 就直接視訊他的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也謝謝今天張美哥 帶我完成今天的訓練 然後其實我們明天還有一天 對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也記得追蹤張美哥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